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远离了 又将迎来炎热高温 而为了防范登革热的疫情 吉安乡公所6月开始执行第二次全乡18个村 登革热与病没闻的防治作业 也呼吁乡亲寻稻清刷 家中的积水容器 要共同做好居家环境的证捷 今年第二号台风马娃远离 不过接下来几天 花东将迎接炎热高温 为防范登革热疫情 吉安乡公所6月起执行第二梯次全乡18个村 登革热与病没闻的防治作业 1日2日两天从吉安村开始 乡长游淑珍也在1日上午前来视察 炎炎夏日将至也是病没闻的温床 今天要来进行吉安乡公所 第二次次的防治登革热工作 6月1号开始到7月21号 巡回式的在各个村 每村进行两天 我们有喷洒式的灭纹 以及烟雾式的在整个水沟基底里面 来作为一个防虫防护 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一起来协力 针对宜家中有花盆 有溶积水的这样的一个容器 请记得寻到冲刷 让我们的这个病没闻防治能够落实 还给我们一个舒适健康又洁净的吉安乡 清洁队员分别以水雾及烟雾方式进行喷洒消毒作业 18个村到7月21日宜昌春为止 呼吁乡亲喷洒当日记得收起户外衣物 将饮食与家庭宠物移到适当场所 关紧门窗 并掌握寻道清刷四个药爵 从源头改善 共同维护社区环境卫生 记得讲帮演吉安乡报道